多名日本外交界人士5号证实 日本政府决定增加对驻日美军军费的分摊额度 双方预计12月底前达成协议 共同社报道称 围绕2022财政年度起驻日美军费用分摊事宜 日本和美国政府官员11月末至12月初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最后阶段协商 日本政府最终决定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美方的涨价要求 涨价幅度暂不清楚 共同社报道 日美政府预计本月内达成协议 预计在明年1月举行的 日美外长和房长2加2会晤期间 签署驻日美军费用分摊协定 驻日美军费用分摊协定 通常每5年更新一次 现行协定原定2021年3月到期 因更新协定谈判赶上美国政权交替 双方决定将协定延长一年 据报道 现阶段驻日美军大约5.5万人 日方负担的费用包括 驻日美军基地的水电费 员工工资和训练转移费等 2021财年 日方负担驻日美军费用为 2017亿日元 约合114亿元人民币 政府要为驻日美军多掏保护费 日本民众应该不会心甘情愿 就拿冲绳县来说 有超过70%的驻日美军设施 驻扎在冲绳县 该线之士上个月就表示 不会批准驻日美军基地 搬迁计划的微调申请 同时据媒体报道 日方在与美方协商中 要求削减对驻日美军基地 水电费的负贪额度 理由是 这项支出与提升日美同盟威慑力 并不直接相关 难以获得日本民众的理解 日方要求把涨价的费用 用于完善自卫队和美军共用的机场 或者日美联合军事训练等方面 然而日本经过了长期的谈判 还是要多掏钱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量 我们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解读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增加呢 除了通胀因素之外呢 我觉得至少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 美军现在在大幅度的向日本增兵 那么这需要大笔的费用 第二个方面呢 为了实现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目标 那么美国也和日本在进行相关基地的建设 同样也需要一定的开支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美军的兵力部署调整 它同样需要日本方面给予基地的费用支持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美国呢 已经把日本自卫队呢 完全纳入到自己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体系当中 所以在很多方面呢 同样也需要增加相关的费用 所以这些来讲的话 都有备于日本的和民宪法 但是在美国的默许下 因为美国需要日本不断的强化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样的话 它可以让日本冲在跟中国进入战略竞争最前面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美国呢 肯定会死死地控制着日本军队的一举一动 不可能让日本自卫队呢 成为真正的国防军 它现在只是在利用日本 它必须要让日本出钱 那么日本呢 现在同样也意识到 现在是一个机会之窗 所以呢 也在扩军备战方面呢 一路狂奔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美国呢 始终是把日本作为在西太平洋地区 跟中国军战略竞争的一个棋子 一个马迁竹 不可能让日本拥有真正的国防军 我们下期见